英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FM93.1台北廣播電台 簡單看世界世界不簡單的節目 我是節目主持人,簡單 今天在节目里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事件呢 在联合国4月19号的一份报告里面 他提出了一个就是让全世界比较震惊的一个数据 就是印度的人口已经从原本的第二大国已经超越中国 他目前根据4月19号的数据 印度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4亿2800万人 那超越了中国现在的14亿2500万人 那这个意义在于就是 也许我们会从很多方面来讲说 哇那印度有这么多的人口 那他所谓的人口红利是不是存在 或者是印度是不是再加上他那个广大市场的吸纳性 可以让他一举超越好几个国家成为世界 前几名的经济体等等 这些讨论在于印度人口超越中国之后都慢慢的浮现 那当然在另外一面就是中国在屈居于人口第二大国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对于他的国力表现有一些影响 那今天这一集我们邀请了 曾经在英国留学功读博士学位 而且博士论文就是跟印度有关系的 曾兰淑博士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讨论一下 在印度人口成为全球第一的时候 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人口国的时候 他的所有的影响跟对于印度本身 对于全世界的影响有什么 我们就请兰淑来还有跟我们聊一聊 我们先请兰淑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好 简博士好 不敢 我们请兰淑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因为我知道当初你申请学校还是用印度项目出去的 是 南亚 对对对南亚项目 所以你本身对南亚的观察应该 尤其你在英国应该有蛮多的了解 那在印度的人口变成全球最多的时候 然后你觉得这个对你的带来的意义跟你 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对我发现就是说大家在讨论这个印度就是人口 他变成世界第一大国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讲到人口红利 刚才你有提到 那还有呢就是对印度人 其实呢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我其实曾经租过三次房子 我有两个房东是印度人 哇你搬过三次啊 搬过三次家 可是你就可以知道说印度人在英国其实是很有钱 都是包租工吗 没错 可是其实印象都非常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的第一个房东呢 那时候租的是一个flat 就是一个公寓 然后他就去IKEA买那个最便宜的床给我们 那就很难睡 然后我第二个第二个印度房东 我那时候跟他租一个 在英国叫Bungalow 就是那种平房 其实房子非常舒服 可是呢我那时候要退租的时候 他连那个油烟机上面的油资 就帮我扣了五十五十个英镑 五十五百块英镑 这么直较吗 对就真的是 真的就觉得印度人真的是 难怪有钱 对难怪有钱 所以我的印象就非常不好 可是呢 可是有时候我现在回来台湾嘛 那其实现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印度留学生 对 好像在公馆 有时候吃炒饭 吃咖喱饭 旁边就坐着印度留学生 然后我也有认识一些印度的朋友 其实他们都非常喜欢台湾 然后也很和善 然后因为能够来台湾他们都很高兴嘛 就是就一改我对印度人的印象 所以我在想说其实我们讲到人口这件事情 其实不只数量 值是不是也是很重要 没错 因为当大家在讨论就是那个人口数量的时候 很多媒体跟很多专家其实也在专门讨论 印度人口的素质 就足不足以撑起他所谓的人口红利这件事 一般我们讲人口红利就是 当你的人口众多的时候 你相对的在大概25到60的劳动力是 相对是比较多的 那在这么多劳动力之下 他会带动你的国家经济发展啊 等等这些 他们就称之为人口红利了 那我们来看印度如果 他现在已经要升为人 全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的时候 他的人口红利就我们之前的研究跟去深究他 好像还不太撑得起来 因为他毕竟教育啊品质那些问题 还是没有有效的改善 对他的人口红利这是这是这是对的 因为他他的国家的年轻人口 就是劳动力人口真的非常多 数量是有红利的 对数量是有红利的 对但是在数值上面 就是我们从很多的统计啊 不过因为人口红利就会 就会让人家预估就是说 如果印度一直保持持续的经济成长的话 而且他其实有一个统计 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印度的GDP 听说已经超过他的宗祖国 英国 已经到了第五名 不过真的因为他人多嘛 人多 对可是在未来 甚至有有经济学家包括各包括那个世界银行 还是哪个单位已经说有可能会超越日本 在2027年 对对对对 这是很吓人的啊 嗯嗯嗯嗯嗯 那您刚才提到素质 那我我也去查了一下啊 就是说其实我们想如果讲到印度人 第一个我们你 简博士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印度人啊 因为刚刚蓝熟在说 他在公馆啊 在台湾遇到蛮多 我是曾经到台湾几个就是印度餐厅去吃饭 那他们其实 嗯互动不多 但是我真正第一次遇到的印度人是在 大概2011年的时候 我到那个加拿大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就去发表 然后在那边住宿的时候 隔天早上吃那个早餐 那个的那个waiter就是印度人 他 有点年纪 然后来为你服务的时候就非常非常体贴 嗯是就很专业的一个就是客服人员 很棒 我那时候我对印度人的第一个印象是 而且就直接跟他聊天之后 他知道我们来自台湾 嗯 然后他也很很很跟我们聊就是啊 我知道你们对面有个中国啊 你们再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他那个态度让我觉得很和欢 不过那是因为可能因为 在饭店的关系 那个气费那个情境 可是你是在加拿大哦 是我是在那个魁北克省那里 对 所以你看就是其实印度人他们的移民 还有就是海外的移工 其实其实遍布全世界 这这一点是是很是 这个也是印度很很很厉害的地方 包括在杜拜啊 是不是跟之前华裔一样啊 对真的 华工那些东西啊 然后在美国的移民其实也都强而有利 这个我们等一下都可以提到 嗯对 不过我觉得人口红利刚才你有提到那个 就是那个素质就是我们其实对印度的印象 就人口红利就是两任面啊 第一任第一任就是刚才您讲到那个数量多 对 可是另外一面呢 其实印度啊 他真的是全世界就是有贫穷人口最最多的国家 这一点也是很吓人的 是是是 因为联合国就是发展总署 这个是官方的统计 他说目前还有2.28亿的印度人 2亿多的印度人是贫穷的 没有脱贫 没有脱贫 那我也查了哦 就是说其实印度已经很努力了 他在过去20年呢 有4亿人口脱离贫穷 但是全球饥饿指数 就是有一个Global Hunger Index 印度在121个国家当中排107名 哇这真的没办法 因为很多人当初在谈论印度的时候 他的城乡发展差距实在太大了 因为一边可能是工业区 但你一离开那个工业区的那条线 就是贫民窟 就隔壁就停电停水 对对 就这个差别就这么大 对 虽然说4亿已经 4亿人脱贫 已经很不容易的成就了 对 那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你从这两面来看 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对这个人口红利 就是会抱持另外一个 就是这看法 就不只是数量上 对 也许在数值上 可是可能是我们更需要去注意的人口红利 对 那当然还有大家有提到 就是说全世界呢 就是印度是全世界第二大 就是说英语人口最多的国家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也应该是哦 这听起来也很厉害对不对 对就第二 英语人口使用国啦 对对 那这样的话就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印度他的那个软体外包 也是世界第一嘛 那他也是靠着他这个强大的 英文的人口 就是来征服世界 那这个是印度很重要的软实力 可是你知道吗 我其实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我每次那个水电费瓦斯 就是有问题 然后要反应打那个客服电话的时候 我其实最害怕的就是 趁着都是印度人接起来 应该不止你吧 因为大家都 那真的都会听不懂你知道吗 那个口音那个腔调 是所以我都会一定会先跟对方说 你可不可以讲慢一点 嗯嗯嗯 因为我们就这个印度英文 我们就叫做 Hing English 就是就是那个 Hindu 然后English 那其实印度人 其实印度人自己内部都有在反省 为什么 因为他们印印度人就是大概有 呃百分之 45的印度人会讲Hindi 这一个这个语言嘛 那他们其实都会 印度语啊 对 但他们都很习惯 你你甚至看很多印度电影 你会发现印度人就是 他讲讲话的时候 就会一半英文一半Hindi 对 那他们其实有在检讨 因为这样子讲下来 其实Hindi也讲不好 英文也讲不好 因为就是两 以为你两边都讲到 但其实就是一半一半而已 对 我有 我有曾经听过就是 那个就是印度人他们在聊天 那你真的就可以听到有一些英文 然后再听到有一些Hindi这样 一半一半这样 对那事实上呢他们有统计过 真正所有就是他们号称就是那个英文很厉害 就大家以英文的这个人口里面 其实只有10%是流利的 其他都是可能就是那个Hing English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那个我们讲就是说他的那个英文 其实大家都是蔡英文 九成都是蔡英文 啊就是 呃我们说英虽然说刚刚蓝淑提到印度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英语 就是口说的国家啦 人数也是最多 但是 那口说是一回事啊 但你真的表达让对方知道是另外一回事 对真正全英文这样 是尤其他们又把那个印度话跟英语整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产生 那反而产生另外一种沟透障碍 没错 那不是不是不是 学习障碍 不是桥梁 对他们下一杯也是这样子 嗯那这的确也是另外一个印度人在 想要跟其他世界经济体并驾齐驱的一个障碍哦 他们还要再努力 嗯 不过我觉得印度有一个地方就讲英文这件事情 其实跟台湾是一样的 就是说要讲好英文啊 讲英文讲得很好的就是那个人生胜利组啊 嗯 这种这种这种努力跟在台湾都是一样的 嗯嗯嗯 难受意思大概就是说就是毕竟现在我们客观条件来看 英语还是一个世界语言 对很重要的工具 是那如果你的沟通能力OK 然后你的腔调你的发音什么也都好 英语能力好的话 基本上你就已经可以有一些竞争上的优势了啦 对 然后再加上如果呃你本身更更愿意去学习的话 然后你一起去精进他 你可能得到更多的机会 印度现在应该也是 这本来是印度的人实力啊 哦对 但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可能就是你刚才讲的 英语 其实没那么好 对然后就是 看英文还是很多 就觉得有点可惜 是 应该拉上来 而且我们这是一个语言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像我们刚才也讲就是 他城乡发展实在差太多了 嗯 就是当你一边是呃很 类似什么海德拉帆沃什么那种 你很很很很很很进步的地区 但是你隔壁你只要出那个城镇 就停水停电的 对真的是贫民哭的 是他这个城镇差距其实 但是也没有办法 而且他我说实话 如果要是我是印度总理 我可能也是头目在笑啦 因为不好处理 对那其实印度印度的社会 我觉得印度社会其实是非常多元 跟就是两极化 嗯 其实我遇过我以前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参加研讨会 应到遇到印度的学者 那真的很有趣哦 因为那时候他以为我是中国人 因为我讲的就像就是我们华人嘛 他们分不出来 对 然后他就一开始都非常 就我有遇过两次 就他们都很严肃 因为 但是呢我后来一说我是台湾来的 你知道他马上脸就笑开了 松懈下来 就卸下心 对他们就觉得你是台湾 真的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是但是我 我觉得可以了解 就是其实印度人他们非常多元 你知道因为他们语言多 种族多 宗教多 那对印度来讲呢 我们刚才讲到贫穷 讲到他们 纵使就是英文是他们软实力 可是其实他们还是有非常多 呃 怎么讲 方言 对方言 对 然后印度也很多的 呃 这种限制 我举个例子哦 其实印度媒体非常多 嗯 就是呃 报社啊 电视台 可是印度他的 他在全球新闻自由的指标 180个国家排名150名 可是很吊诡 因为这很吊诡 媒体这么多 对 但他的新闻自由度就这么这么低 他们觉得他们那个就是这一个啊 无国界记者组织他认为说印印度的记者 其实他们采讨常常面对镇压啊 然后被处罚啊 然后安全上的问题 这很特别对不对 印度有这个问题啊 是 然后这这个这个都是最新的指数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性别差距指数 146 146个国家印度也排135名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印度包括在同婚啊 女性受虐啊 性别歧视啊 还有那个种姓制度 这个我觉得都是印度在迈向 就是所谓的人口第一大国的时候 他要面对的社会的问题 哇 蓝淑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种姓制度 我们这节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要先在这边稍微的结束 但是我们下一节节目回来 我会请蓝淑跟我们谈 就是他刚刚提到的 不管是新闻自由度的问题 然后对于性别差异的问题 或甚至是女性在印度社会中的自由啊 权利等等 还有一些种姓制度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 稍后回来在下节节目 请蓝淑继续跟我们分享 谢谢 好 听到朋友欢迎回来FM93.1 台北广播电台 是简单看世界世界不简单的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简单 今天在节目里面 我们邀请了曾蓝淑博士 以他在英国的观察 还有他的研究主题 来跟各位听众谈论跟分享一下 当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国的时候 他所带来的一些效应 不管是正面反面等等 那刚刚在上一节节目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中断 那其实在上一节我们的尾声 我们有稍微提到一下印度的女性的 所受到的待遇跟种姓制度的一些特征 那那个蓝淑继续把这个资讯分享给大家 对 我想印度 就是我先讲一下 就是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是 就是我们全家一起去嘛 那就是孩子小学的学校里面也有印度 就很也有印度人 那像我很多还蛮多的 而且像我们孩子的学校 后来我们有转学到一个就是区域比较好的 印度其实在英国就很明显 就是那个住宅区很明显 就是你住宅区好 学校小学公立小学也会比较好 那其中就有一个是那个他们 那孩子也很聪明 然后爸爸是医生 可是那个妈妈哦 就是他们那几个印度的妈妈 都不会跟我们打招呼 然后我就在想说 他是不是把我当贱民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就是你除了你自己是种姓 那其他人全部都是贱民 他们认为是这样子 那我是觉得他们真的有点眼高 就是 可能那个有阶级观念 真的会有这样 然后难免 对他们 然后这是我 这是我自己心里面的那种一个问号 不过您知道就是 其实印度的宪法已经很明白的 废除种姓制度了 是是是 对 只是种姓制度真的还是存在 尤其是像农村这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那个根深蒂固太久了 真的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包括包括有很多的事件 就是譬如说性侵啊受虐啊 他们就就认为就是他种姓是这样 他们视为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觉得不一样 或者是该改变他 是 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有一阵子 因为您知道很久以前就曾经发生过那个巴士 就是性侵的女大学生的一个事件 有没有 很残忍啊 对 然后后来呢 我觉得只要任何在印度只要有谁被性侵就上了国际头条 就上了国际新闻 就变成一个刻板印象了 是我真的要讲这个就是大家会觉得 印度好像变成一个性侵 尤其是女生在那边非常不安全的一个国家 对 而且女生其实在印度的 基本上他的所受的权力义务好像也都不太一样 是 我这真的是刻板印象 因为我有非常多的朋友啊 他们就喜欢去印度 然后因为去学瑜伽哦 然后去旅游 其实他们都都其实都还好 但是真的也因为这样子 大家让大家觉得说 印度真是一个不安全的国家 不过就整个国际的组织 不管讲到新闻自由 然后讲到性别差距指数 真的这真的是印度要很努力的 嗯 尤其是刚刚兰署还有上一节也提到 我是蛮想讲就是 境内他允许这么多媒体 偏偏很吊诡于是 他的新闻自由度排名这么后面 对 然后你刚刚说 他们的记者面临镇压啊 恐吓啊 威胁啊 所以导致他们的报导也是 也是让他们新闻自由度这么低的原因 是 那我就一直在怀疑到底他 设立这么 他允许设立这么多新闻媒体的目的在哪里 那如果他要这样子去恐吓跟镇压记者 那他当初就不应该 允许这么多新闻媒体成立 变成他只有一个名啊 有名无实的新闻 就是新闻大国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对印度的 的看法 其实真的都非常多元跟两极 这是我一直觉得的 包括你认为印度是个民主国家 但他其实有很多地方其实都不像民主国家 很多的做法 你看像新闻自由就是一个一个面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啦 嗯 然后一方面 刚刚蓝熟在讲民主国家 我会笑是因为 他确实是最大的民主国家 对 投票人口之多 最多 对对对 所以他是一个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 没有错 但是 也是像我刚刚之前在讲就是 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比较 当然那很多面向 我们不是只有单挑印度觉得就 他一直不好什么什么 但是他很多面向都指标来看 那如果你要提这个的话 我们就 我们就稍微来聊一下他的教育 是 因为他教育实在是 呃就我之前在我那个工作地方所做的研究 是发现他甚至有资工系的学生 毕业以后连程式都写不太出来的 或者是他们发现了一个就是他们有 高层低就 哎低层高就都有 就是明明你是学历可以去申请白领阶级的工作 但偏偏你很多他们毕业生的留 呃最后的那个去处跟那个找到工作的研究调查是发现 他们往蓝领去的机会反而更多 那这方面一方面可能是他们选择职业的自由那没话讲 但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凸显出他们学 他们没有学以自用 是我想这就是印度呃就是包括莫迪总理他一定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说你看他现在人这么多但是他没有办法创造出就相对应的工作机会 对那印度大部分的想要教育呢就是呃那么多大学毕业生没有那么好的工作 嗯那反映出来的就是其实他们国家还是有很相对一大一大多数就是那些呃就呃比较是低低阶的的劳工 那这个都是这个国家要努力的那我也特地去查了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样讲就是数据为凭 嗯我们这你 我们家后你知道有一个HDI指数 HDI HDI这个是我们联合国的有一个HDI指数 这个指数就是把寿命教育程度跟经济水准就当成是一个标准 嗯那台湾呢每一年主基础也都会公布 那我们台湾当然是优啦 嗯那印度是在188个国家里面排名132 不高吧 那我相信应该是教育拖垮了他 没错 嗯然后因为那个呃寿命跟经济水准当然因为他们也穷 那还有一个一个就是OECD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嗯嗯嗯 他们其实很重视教育嘛 那他们也有统计一个数据 就是印度的25岁到34岁就是受高等教育的比例 OECD的平均值是47% 那但是呢印度是21% 一半都不到 对这个就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纵使印度那么多那么多大学对不对 你刚才有提到那么多大学毕业生 可是其实占他们的人口数还是非常低 而且他们大部分就是受印度劳动人口都是低 低低技术劳工 那这个这是印度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那么多大学其实蛮多是私校 因为他们可能看到了一些机会啦 就是当可能很多学生被聚于那些比较素质好的一些大学门外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了他们的裁员 可能那些学生是他们可以吸收来 然后我提供学历给你 但至少我出去可能好听一些是 我一样是大学生 是 但可是问题他的quality没有上来 对 那所以呢 我也有用一个形容词 就是来讲印度的教育 我就可以称为就叫三个傻瓜的聪明国家 你解释一下 对 你知道其实三个傻瓜那部电影很好看 他其实就在讲印度理工学院 那是印度非常厉害的学校 那我们都会认为就 哇你看他们的那么优秀 那样的一个学生 那为什么是聪明国家 我们刚才其实讲到就是负面的 那可是呢 你知道吗 其实印度 印度人有两个 有两件事情我觉得很特别 第一个是美国 印度移民里面 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拼字比赛 叫做Spelling Bee 你有听过吗 有有有 他们连续十多届 十多年的那个冠军得主 都是印度人 蝉联吗 对蝉联 你就会知道那印度人 他们第一个他们重视教育 还有就是印度的小孩 多么的聪明 头脑好的还是很好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现在 呃 有印度专门在出那高阶经理人 对 尤其是科技公司 是不是 那甚至有一本书叫做 Made in India Manager 就是 就是印度制造高阶经理人 他在探讨说 为什么现在包括微软 Google Adobe 就是这些公司的那个CEO 全部都是印度裔 这是商业财经部分 对 英国首相都是 对呀 嗯都还是印都出生印度 都出生印度 嗯 那 我觉得他们有他们讲到一届一个理由 我觉得蛮有意思 我就可以在这边分享 嗯 他们就说呢 这些高阶经理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 就是在就是变成一个就是CEO 原因是因为他们think in English act in India 就是他们 哦 那他们用英语思考 但是他们在 行为像一个印度人 这 那他们行为像印度人的特点是什么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印度实在是太穷了 基础设施实在是太不好了 是 然后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那他既然能够在 他就是要像一个印度人一样 在这么这么 这么竞争这么多元的挑战上能生存 那人家是不是很厉害 再加上他会会英文 对 所以他已经很拼了 对他很拼 然后所以像这有 呃我们刚才提到的像Google啊 他们有一些CEO 他们其实都不是留学生 不是不是born in America 嗯 而是他们是在印度受了大学教育 然后到美国去留学 或者是到了印度的 就是在美国的海外公司 然后慢慢这样爬上来 那这些人就是他们就曾经经历过 在印度非常竞争 然后急需要挑战这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到了美国 这样一个多元的环境里面呢 他们又又有多元开放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 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优秀的高级经理人 哇各位听众 你看蓝熟又跟我们分享了 印度的另外一面 就是当我们刚才还在谈论 印度教育的可能一些弊病 或者是嗯 缺失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批印度人士 他已经拥有了一些 呃英语基本能力 或是英语思考能力之后 他因为在印度的竞争 生活的那个模式 跟给自己的一些期许 已经带到英 带到他们那个移民社会去的时候 哇那个墙上加墙 所以他能够那么快的出人头地 其实这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去看的啦 就是当我们在说 印度其实教育有一些 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他的人口品质或素质 可能还没有上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另外一批印度人 对 他们是这么样 工程师 对是这么样的打拼 跟这么样的善用自己的优势 而且不会自满 对然后出人头地这样 就是一路要往上爬 就是他当然竞争手法是 是正正正当的啦 然后Made in India 对这真的很不容易 也是另外一个印度的label 对真的 嗯这不一样 好那如果谈到教育制度 跟教育品质的话 嗯我不知道蓝淑 你在英国求学的时候 你有没有遇过一些什么印度同学 我我的同学里面没有没有印度人 嗯我们我们的同学 就是念国际关系的 其实最多的是土耳其 土耳其啊 土耳其对因为学校 那国家都给奖学金 那土耳其有那么重视 对因为我不是念理工 我相信如果我在美国的理工学院 或职工 对像现在因为台湾 包括那个台北科技大学啊 清华大学 其实也都是理工为主 嗯对他们 而且其实这些学生也都非常优秀 因为你看一下他能够从 14亿人来到台湾来留学 应该也是TOT 啦 对Top of Top 对真的 嗯嗯嗯嗯嗯嗯 这节节目 蓝淑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 我们先讨论了就有关印度教育制度的问题 因为毕竟我知道我因为有一些 呃以前塑班的学弟现在在印度教书 他虽然本身自己是在私立大学啊 但是他也跟我说了一些 他们印度其实私立大学怎么样去抢学生 或甚至于就是走一些 比较跑门走道的方式 让去吸纳那些招 就是去招生 然后让那些可能被聚于名校门外的学生 去然后用高学费 然后去达成他要念大学的一个诉求跟期待 可是另外国际的研究也指出 当印度许多人毕业生是学非所用的时候 然后而且很多是高不成低不就 就是明明是白领的学历 但是你去应征蓝领的工作 这个其实都是印度教育的问题 可是刚刚蓝淑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其实很多印度人 尤其是能够出类拔萃的 他们其实还是很努力 对 然后他们的移民他们的移工 其实在全世界都还是非常有影响力 是 然后可以看到这么多印度裔在许多领域的出人头地 其实这真的也完完全全说明了印度的两面 因为很难用一句话 或是一个东西来形容印度是怎么样 对 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这节节目我们先进行到这边 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稍微聊了一下 有关印度 他们对人口素质跟他们对自己教育的一些期待 那下节节目回来我们再继续请蓝淑来跟我们分享 当印度成为全球第一大人口国的时候 他所带来的一些震撼 尤其是在外交上会有什么一些冲击 我们等一下请蓝淑继续来分享 谢谢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FM93.1台北广播电台 简单看世界世界不简单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了曾蓝淑博士 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当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时候 他除了在人口红利 然后他的教育素质跟印度人怎么样 在其他移民社会力争上游的现象 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点 那前两节我们就把这些重点都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之后 这一节我们比较不一样的是来谈一谈印度的外交 一般像刚刚在休息的时候 我也跟蓝淑稍微讨论了一下 就我自己而言 我觉得他会比较像美国的小老弟或是中国附属 但其实蓝淑有另外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察 然后在这个之前 我想先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 就是他所谓有一个曼陀罗体系 曼陀罗思想体系 主要是说就是在北印度 以北印度可能为中心点 然后利用他的所谓的同心园的概念 去联合或者是去利用方法去结盟 他周边的一些盟邦 然后利用那个同心园的扩张 去实现他的一些外交政策或是外交手段 这个也许是在当初孔雀王朝或是什么时候的遗留下来的东西 但是就蓝淑的观察 因为他毕竟在英国也是研究印度南亚这块 然后回国也是继续他的研究 男主要不要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他印度外交给一般 他怎么样打破我们对于一般 对于印度外交的一些刻板印象 跟这个曼陀罗体系怎么样去影响他的印度外交 好 我觉得曼陀罗外交其实 其实他应该这样的一个就是政治的一个哲学的思想 其实是有很 应该是有影响到 就是说其实印度一直都会觉得就是说他们 他周边的国家 你讲我们其他可能认为是势力范围 但是他就觉得他都是维持很友好 包括譬如说对孟加拉 对旁边的阿富汗 就是这些国家 我觉得是比较不一样的是 就是说我们一直都认为说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 那所以他的大国策略一定是跟美国比较好 是不是 一般的印象应该是对不对 对可是其实 其实我相信就是印度的外交政策一个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他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 他一直所坚持的所谓的不结盟政策 那这个不结盟政策下面 其实印度却一直跟俄罗斯保持非常好的关系 这个应该很颠覆听众朋友的印象 对我们都认为说印度是民主国家 所以他应该跟美国比较好 其实没有 民主老大哥 印度真正跟美国比较好 可能要从克林顿总统以后 那这个长久以来 其实印度一直都跟俄国就保持着 我们可以讲说风月可见 就是这种很好的友谊 那其实这个友谊呢 最重要的是军购的支持 军购 军购就是军火买卖 嗯是呃 俄罗斯一直是印度就是因为印度有巴基斯坦的问题嘛 对然后你看他们都发发生过至少三次以上的战争 嗯嗯嗯那印度的军火 他每一年都花了至少一百四十亿像现在 一百四十亿到一百五十亿美元的金额在购买跟俄国买军火 哇所以他其实 俄罗斯是他的军武的输入大国 对那他们一直都维持非常要好的战略伙伴的关系 嗯那长久以来都没有没有改变哦 嗯然后呢 那美国没有想要抢这笔生意吗 美国会 嗯所以所以我说就是从克林顿总统开始 就呃印度有开始增加 就是对美国的军火采购 但是之前呢 他跟他跟俄国的这一这部分的关系都没有改变 对那你知道像现在那个乌克兰战争 那欧美不是在抵制 经济抵制那个俄罗斯吗 俄罗斯 其实俄罗斯的缘由 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卖不出去 他可以卖给中国 他卖给印度 对他们就真的逢低买进 就赚这个战争钱 那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 印度其实跟俄国的关系真的是非常好 那还有传统上 我们我们如果按在在 就从美国的这个就是这个外交体系来看 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就是说 呃美国的好朋友 其实刚好都不是印度的好朋友 譬如说 印度其实跟伊朗保持非常好的关系 嗯 那印度也非常同情巴勒斯坦 嗯 他们就后来才在慢慢在修复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因为印度很同情巴勒斯坦 这都是 这都是跌破我们一般传统的刻板印象 对你看像伊朗 巴勒斯坦 这些其实都不是美国的重点外交 甚至是敌对国 敌对国 对 因为在以色列立场上 英美是比较同情以色列的 对 那可怜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就被放在那里 对 那但是印度在 他在外交关系上面 这一块真的是蛮特别的 嗯 那 我想就是说 呃 不过呃 印度跟美国啊 就是现在也因为 因为后来印度因为核子施暴 嗯 然后后来美国其实一直到 变核子俱乐部了 对 那美国就是为了要拉拢印度来制衡中国 所以现在他已经给予就是呃 就是准核武的地位 就是说他们在国内已经批准 就是印度的那个民用核武 民用设施 那这一点他就透过这个方法 其实想要来买买拉拢印度 嗯 然后能够让他就是能够向美国靠拢 嗯 这是其中的 这是最近的外交的因素 那你觉得会成功吗 因为您刚刚提到那个柯林顿对印度 开始有一些动作是因为可能 柯林顿那时候他们要重返亚洲 是 然后就是认为美国已经离开亚洲太久 一方面可能也是因应中国崛起 对 然后但是你觉得那个如果像美国这样子在在积极的拉拢印度 可是我觉得印度应该会本身自己会有自己的组件 那可能没有那么好拉 而且他跟俄罗斯的关系既然这么根深蒂固的话 可能美国没有什么缝隙可以让他下手 哎慢慢的慢慢的有成长 包括军购 包括经济的往来 然后包括就是双方元首的互访 嗯 那其实 其实 我我在我觉得哈就是反正我们常常都在讲啦 国际情势呢 国家利益就是只有利益 只有利益 那您知道像其实莫迪 呃他在当选总理之前 他是在 是美国入境的黑名单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对因为莫迪他在当审长任内 因为他们那个审长任内有发生那个穆斯林跟印度教徒的冲突 嗯那莫迪就是比较明显比较偏袒印度印度教徒 嗯那美国因为这个原因就把莫迪列入 入境黑名单 就是不不准他入境美国 哦这个我不知道真的然后后来直到他选上总理以后 美国才把身份地位不一样对然后后来莫迪也能够访问美国 嗯你可以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 美印的关系就是一直在努力在修复嗯那可是呢也因为这样子就是说但是美国跟印度他们都认为因为我们都是民主国家嘛 我们而且他是在为了要就是制衡中国这样的一个立场来看他们友情的努力是很有空间的嗯是可以是可以发展的嗯所以呢美国跟印度他们从1992年开始就开始每一年举行联合军演哦哦他们叫马拉巴尔嗯马拉巴尔军事演习 这个这个也是就是美印友谊一个很明显的 而且是军事上的合作对合作哦已经有点跳脱经贸往来啊或什么之那个那个那个范畴呢对那我我觉得讲到这一点其实就要讲到巴勒巴巴巴基斯坦嗯嗯嗯你知道这个巴基斯坦是印度的世仇嘛 那巴基斯坦他他美国也其实一直那时候为了要反恐啊他其实也一直在军援军援经济援助巴基斯坦是是是可是你知道巴基斯坦是是是是 巴基斯坦怎么形容他们对美国人的看法不知道巴基斯坦人就说我们就像一张卫生纸一样就美国用了就丢了就丢了对 没错那时候可能巴基斯坦里面因为他们藏着什么 兵拉登啦对对没错所以所以美国都 用了很可是后来那个真的后来反恐任务就慢慢的 减退的时候美国其实 就是第一个也没有军经济援助然后呢他们给印度那个民用核武的的地位但是不给巴基斯坦嗯然后那个 美国的军机有些也后来也就都不卖给巴基斯坦了嗯嗯对所以巴基斯坦就是就是很明显 因为他当他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收手了没错就把人家丢了对那反而美国就积极的就是跟印度发展关系嗯那从这一点上看来其实 真的是外交外交是非常现实的我刚刚蓝淑提到一个蛮重要就是 印度其实在外交上有自己的 组建对没错而且他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从以前到现在就非常友好 而且 连我自己都是我觉得印度应该就 就价值观来说因为都是民主国家应该会 比较靠近才对结果不是他 他或者是他可能本身也看美国很多外交的作为 包括那时候在东南亚就是放弃很多国家 就离开对也知道美国大概 就是现实主义的啦 就不是不是那么讲讲求讲求 呃友谊啊或什么这些一些都是 蓝淑刚刚说的国家利益至上 那讲讲到这个 美国跟印度还有巴基斯坦那我想另外提一个那边另外一个火药库 就是他们的克什米尔的问题 那我想因为蓝淑毕竟在 英国是研究南亚 那我们也请蓝淑谈一谈就是 克什米尔他跟中国的这些冲突在未来 怎么发展或者是有没有可能 是影响中区域和平的一个因素 哦绝对是啊因为克什米尔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 现在克什米尔其实有三块 一块就是所谓的硬控嘛 硬控克什米尔 一个是巴控就是巴基斯坦 另外一个就是呃中国就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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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领土 那对巴基斯坦来讲呢 他认为收回克什米尔是一个一个unfinished business 就是一个未进的事业 一定要完成的 所以巴基斯坦就常常发动 所谓的跨境的恐怖主义 希望就是来策动 然后呢就是 想要收回这样的一个土地 那印度你想想看 它是一个民主国家 可是呢 它对于巴基斯坦 就克什米尔的控制 却不是那么用民主的方式 然后它最近就是在 去年的时候 2019年 它有透过那个 它就取消那个宪法370条 就是给予克什米尔 一个特殊地位的 然后它想要加强 对克什米尔的控制 那其实这每一年 就是在克什米尔 都有所谓的伤亡 暴动产生 那这个绝对是印度 就是对于它统治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麻烦 因为可能听众朋友很难想象 就是当你是一个政治分配者 或者是你是一个行政最高主管的时候 当你的国家有领土 在别人手上没有收回来的时候 那个急迫感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而且他会觉得那个是国家的一个 他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要的Duty 他的职责所在 所以当刚刚兰叔在提到就是当 嗯巴基斯坦或是甚至印度 想要把他们原有的那些 呃克什米尔应该有争议的地方 想收回来的时候 那其实都可以都可以想象 因为那都是都是他们 列在他们执政 priority 满上面的东西 对所以把克什米尔的问题 你看啊也因为克什米尔问题 所以那个呃中国的一带一路啊 印度就抵制到底 对啊哈哈 这这要我我要是莫迪 我也是抵制到底 我就偏偏不合作 我就看你怎么弄 对那个没有没有 争议领土嘛这个 对你争议你你你你没有跟我谈成 我跟你合作什么东西 对对对 不过啊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从国际关系上面来看啊 这就会跟民众感受不一样 你知道因为我其实有有在台湾啊 有遇过那个 因为你知道印啊 呃印度跟巴基斯坦都是 都是英国殖民地 所以他们都会打板球 对对对 他们的板球明星都是superstar 嗯嗯嗯 那印度人跟巴基斯坦 就大概类似我们的棒球明星 对类似 那他们他们人来台湾 他们一样打板球 嗯那我有遇过那个 在台湾的那个板球俱乐部哦 那个印度人跟巴基斯坦人 他们是都是队友 而且他们都跟我讲的很清楚 就是说我们都是非常和平 非常友好 在这边都是朋友的 结果就我之前在 跟蓝石坦在休息时间就讲 他们在台湾和解 对真的 哦很很妙的一件事情 就他们的母国各自在 为了那个克什米尔跟其他一些问题 在征战甚至于冲突的时候 他们的子民来到台湾 就是大家一起打板球 对变成好朋友 真的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也显示出国际政治的很多乐趣 是 我们去观察很多东西 这一集节目我们请 中文大学的助理教授曾乃淑博士 来跟大家聊有关 在印度成为人口第一大国以后 所带来的不管是人口红利 不管他的人口红利是实质上 或者是民意上的 还有他的教育制度 跟他一些在本身就已经是金字塔尖端的人 他怎么样到国外去努力力争上游 甚至于最后刚刚的这个部分 我们谈到了印度 比较不为人知的外交作为跟思想 其实都还蛮颠覆 包括我本身 就是蛮颠覆一些听众朋友 或者是我本身一些对于印度的想象 那也可见就是 当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时候 你可能不只是靠媒体或资料 可能就像蓝熟这样 有亲身遇过或者是亲身去了解过 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就是 在这些这么多资料之外也 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去走走 最好 但是如果可以在台湾遇到其他不同国家 我们就先从印度开心 你可以去试着跟他们做做朋友 或者是聊聊天 不只是你去了解印度 你也可以适度的让他了解台湾 这个双向的交流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我们也非常谢谢蓝熟 就辛苦准备这么多数据资料 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能够 邀请蓝熟来节目 再跟听众朋友继续分享 他的学友专精的一些研究跟观察 谢谢蓝熟 谢谢 谢谢听众拜拜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